你们知道喵桑每天都干些什么吗 那就是吃饭睡觉打小诱 之前好多网友问我 超诱会不会在家放大招 你们看他每天的喵桑 气不成这样都没还手过 更别提放大招了 你们可以想一下 你可逼我队有多大能心里能想 不过喵桑竟然非常害怕哥斯拉 哥斯拉没事就喜欢占领喵桑地盘 喵桑虽然心里不满 但是就是不敢动手 喵桑你直接过去教训他 你一只猫难道害怕鸽子吗 你怎么这么怂啊 快去加油我在背后支持你 哥斯拉现在没注意你 快上现在快上 哎呀怎么又退缩了 一只鸽子你怕什么呀 快去快去 你这反方向讨好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因为 没体会过乳鸽的美味吧 快尝尝这个蓝石猎鸟乳鸽猫凉 吃了说不定就敢猎鸟了呢 这一袋里面就有两只新鲜乳鸽 每一颗猫凉都是夹着鸡肉冻干的 夹心甜甜圈的样子 外面还包裹满满鸡肉碎 再加上这么多的主食冻干 再挑食的小猫咪 都抵挡不了他的美味诱惑呢 怎么样 是不是再也不怕鸽子了 你看 就这么近的距离 你摸他一下试试 行了苗子 最怂奖颁发给你了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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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